郭晶晶现身杭州亚运会传递火炬时 大家发现作为豪门阔态的她 眼角全是皱纹 眼下黑眼圈很重 于是引发了全网热议 很多网友都表达了不可思议 都在问郭晶晶多少岁了 怎么老成这样了 那么有钱 这么重的黑眼圈法令纹 都不好好遮一遮吗 当然也有称赞郭晶晶素颜出镜很赞 实际上了解过郭晶晶的人都明白 这位跳水奥运冠军有着极为严重的职业病 她的眼睛问题非常大 从小练习跳水的郭晶晶的眼睛遭遗严重损伤 最开始是近视 之后几乎接近失明 郭晶晶总是佩戴眼镜出现在公众场合 要不就是戴着隐形眼镜 因为常年眼睛有疾病 常年戴眼镜 因此看上去会有点怪怪的 所以 关于皱纹和黑眼圈问题 和郭晶晶之前的职业病有关系 至于化妆问题 郭晶晶本人不太爱化妆 她眼睛的问题自然会暴露 但这都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理解就好